江部長嗎? 來,部長 賴委員好 江部長你好 這個有關於愛奇亞3月26號的一個遊行 感謝部長這麼關心 我要首先感謝委員 是您介紹這個天使新家族福利基金會 我看前幾天媒體大午報導 其實我們都瞭解 那是因為部長你站出來 而且你家裡有這樣的 他才有辦法這樣全版 而且主流媒體第三版 真的我看得很感動 我覺得部長加油 謝謝委員 外界對你非常肯定 你能夠站出來 我想讓這個活動 我都認為 還未有辦法就成功一半 因為我們這麼高級的 高層級的我們的政務官 願意站出來 然後來呼籲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來重視 家裡有這樣子的一個handicap 不管是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的handicap的人 這些小孩也好 家屬也好 那麼來發聲 而且不會感覺到心理壓力大 我想把這聲音講出來 我想這一點 這個我們也希望 部長那一天到 能夠支持多再多強一點 不僅內政部長 其他部長也一起來呼籲了 讓我們這個社會 雖然大家生活這麼辛苦 但是最少看到我們有 還是有蠻多的人 有這樣的愛心 願意走出來 願意讓社會知道 好我想跟這個有類似關係 這個我們當然今天講社會福利 無外乎是對小孩子的福利 對老人的福利 但是有一個政策 我不知道這個部長在這裡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把這個好事做完了 現在來講 我覺得很多的選民服務 今天是完全是一個選民服務的案子 我們看到中低收入的老人 目前來講 敬老津貼有一領的部分 有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就是多領的你的敬老津貼 這多少錢呢 才六七千萬而已 六七千萬 平均你看 三千多人六七千萬 平均一個人就多領了兩萬 這是當初我們相關的部會 自己行政的錯誤在先 比如說這個人根本不符合 領三千塊的 有些人才寫很可憐 只是因為規定 比如說 原來符合領三千塊 突然他的兒子從國外回來了 他就除掉了 結果我們 習政部門忘記了 不知道了 就繼續給他領三千 好了 現在通常要追這個錢 就用了 請問部長 你想一想 六七千萬而已 六七千萬 你看 這麼少的錢 而且現在很多這些老人 你想 他都是低收入 因為政府的一些規定改變了 他突然被出名了 就是那個縣 圍籬巴 圍籬巴 圍了 以前圍了大一點 然後他就在裡面 圍了小一點 他就在外面 結果因為這樣子 我們要去追 還在拼命在追 拼命在追 對於這些人大部分 你知道吧 退休的工友 比較多 退休的工友比較多 都是非常low end 非常弱勢的 部長 能不能夠 對這些人 不要再追了 這麼平均力可能一兩萬而已 可不可以不要追了 當然 有預罰怎麼樣等等的 這個預罰也有劇 他當初本來就是 你們發給人家的 就很像 部長很像什麼 我這台電視應該賣五萬對不對 我突然標價賣兩萬 大家都廠商鼻子摸一摸 更光 三千多人六七千萬 我是替這些 弱勢的 退休的 老公友們請命 部長 有沒有可能 都只要放他們一馬 不要再追 可不可以 向委員報告 我們常常在講 就是公務員必須依法行政 那首先向委員報告就是 我們目前之所以 會去追討這些 這個生活津貼的義領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有 禁老津貼的暫行條例 我們後來又有 國民年金法 裡面都有規定 如果發生這種情形 要去追討 但是 是不是真的每一個個案 都要嚴加追討 倒是有彈性的空間 因為如果說他是重複義領的話 那這種 應該是要追回來 我想跟剛剛委員所講的 那種 由於他的小孩子 忽然間回來 失業 我跟你講那個 部長 我當然了解你剛剛講那一段話 不過 有很多的情況 因為我本身處理過好幾件案子 我覺得光 我們 雖然立法委員的時間 不是那麼值錢 這個 我們 立政部長官 各級 各級長官 一來就五六七八個 那些算一算 都不只一萬兩萬 真的 那些算一算 成本都不只一萬兩萬 就這樣處理這個case 一次兩次 很多的案子 不是你剛剛講的 嗯哼 我想你的同仁給你的訊息 不見得完全正確 不是100%這個樣子 有些 我剛剛提到的 有些 有些情況是 剛剛提到的 解釋的問題 是 就是你們解釋 從嚴解釋 他就不qualified 從寬解釋 就qualified 我再跟你舉個例子 這個部長 是 這是我碰到活生生的例子 你們提到的 近老今天不能理 什麼不能理 有點退休性的不能理對不對 對 對 請問你喔 我就碰到這樣的例子 台北市政府 聘了一些老人 阿爸上 掃地了七十幾歲喔 嗯哼 他 掃不動了 人家請他回去 給他一萬五啊 請問一萬五是退休金嗎 一萬五啊 紅包啊 一萬五喔 台幣不是美金喔 但是我們的同仁 就把他解釋為退休金 你說可惡不可惡啊 也可悲啦 我們公務員報那個規定 依法行政報得這麼可惡 可可惡跟可悲啊 一萬五把他四銅 退休金 我們現在社會救助法 國民年金法要修正的 就包含這個部分 申之為為佛收入 然後三年來 後來沒有人敢扛 我來扛 一查台北市政府這樣的人多少 你知道嗎 八十幾個 喇叭上 都是七八十歲的 齁 你不知道 那種看到錢下來 十幾萬耶 因為一年三萬六嘛 三年四年十幾萬 那個眼睛掉 眼淚症掉下七八十歲 老太佛 我看到他們在那裡跳 十幾萬沒看過 這麼多錢 這些也是我這樣子 沒有人敢扛耶 部長啊 這樣的東西沒有人敢扛耶 我扛下來 我扛下來 這解釋的問題啊 請問一萬五台幣算退休金嗎 可是我們的公務員都這樣解釋喔 不可以啊 建料的政府錢 還有有人居然跟我講賴委員 即便你一塊錢 也不可以你三千塊 這個話都講出來了 我想委員 剛剛您講的那個解釋的部分 很悲哀耶 我們會 真的 再馬上去解釋地方的這種社工人員 不要做這麼嚴格的解釋 但是制度法規上面解決到八十幾個人 我們會修改 修正國民年金法 部長 你再去了解一下 我現在把案子給丟出來這個齁 你真的去找一個專人 一個參試也好 去認真去study 我打包票 這三千多個人 絕對不是你那裡講的 還能不存在裡面 不是的 他一定有很多是解釋的問題 解釋錯了 可寬可鬆 你們才起比較嚴格的解釋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繳回 是 我贊成委員剛剛的建議 但是我想我們不會把三千多個案件 一個一個案 那一陣部長的檢討 好不好 拿出來study 我們會用一個通行的方式 對 拿出來study一下 因為我們 我相信不僅僅我啦 很多委員都有這樣的案子 不慎其勞 就是他要跟他追一萬多 我們要處理 也要處理 開一次會兩次會 把你們長官找來 那個時間都不只一萬多了 老實講 你要認真算的話 這種案子太多了 好 另外一個 這個我要跟你提一個 很嚴肅的問題 剛才已經有鄭如芬委提到了 我現在到處去跑通話都到處講這個東西 台灣人口出生率這麼低 我給部長一個數字 按照現在趨勢一直走 按照現在趨勢一直走 兩千零二十五年 距離現在兩千零十年 只剩十五年的時間 我們的死亡人口會超過出生人口 你就死的比生的多 然後從這個趨勢一直走下去 到兩千一百零八年 台灣的人口剩八百萬人 他們很嚴重 不 我說死亡的高過於這個 沒有到二零二五年 我就說是二零二五年 到二零八年 那個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推估是比較準的 那個一百年以上的推估的 在模型上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超過出生的 短期內十幾二十年內 就會出現一些狀況 我們大概 今天我也預估了 大概 這是今天我預估了 我剛剛提的說是今天我預估了 今天預估大概三十年左右 二三十年左右 我們大概平均一個人要養三個人 一個人要養三個人 包括你 現在等大家年紀大了 就等著領退休金嘛 對不對 然後又健保這麼好啊 大家就想辦法 彎抹抹抹每天運動一下 對不對 保持一下繼續活下去 繼續活下去 那下一代年輕怎麼辦 所以 鼓勵生意太重要了 這個部長 你推 能不能推出一個 鼓勵大家 眼睛一亮 回去認證生孩子 有沒有這個東西 委員如果你有這個訣竅 或絕招的話 正有問題的 一點兩點 我再加碼一個 第一胎第二胎對不對 我加碼一個 我跟你算過 第三胎 能不能部長宣示 生第三胎的 從小學年到大學畢業 全部政府出錢 大家眼睛一亮 年輕人問一問 年輕人 不是你要隱落 不是 你剛剛年輕人眼睛一亮了 願意生了 第三個 第三個前面生兩個了 已經很有勇氣了 生 我跟你講 我再提供一個數字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經費 花了錢 小孩子花錢花多少 你知道嗎 幾乎所得 所得有的花到三分之一 小孩子費用太高了 特別是教育費用太高了 所以 除了 剛才鄭魯文委員提的 第一胎 什麼減半 第二胎全部補助對不對 我加碼一個第三胎 鼓勵生第三個啊 第三個 從小學念到大學畢業 全部政府support 我們後面年輕人 這樣子是敢不敢生第三個 絕對舉手了 對不對 絕對舉手了 你看鄭魯文就舉手了 你看啊 部長 我 我常常去 我常常去鄭魯文 我都講這個政見 只要我在 賴文在 這個立法院一天 我要推動這個東西 大家眼睛一亮 都給我鼓掌 好大聲 我說賴文 你要繼續理立法院 我們努力看看 你回去估算一下 我算過 我算過 從小學念到大學畢業 大概差不多五百萬 台幣五百萬 現在一年出生能夠多少 十幾萬人而已 如果因為這樣子 第三胎 第三胎 就算私立學校 一千萬老龍 第三胎 能夠增加多少 增加一萬人 請問你多少 增加一萬人 你告訴我 會增加多少 謝謝委員這個建議 我們最近要再召開 那個人口政策的委員會議 我會把委員這個建議 正式的提出來 那你計算一下 計算一下 我們講第三胎 前面兩胎 要根據鄭魯文的建立 第三胎是我的建立 因為我看到這個台灣很危險 競爭力 日盡衰退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大家努力 你要說OK的話 大家回去認真生孩子